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聯合國減災策略組織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公佈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是談2015年一整年當中 人類受到天然災害 例如說颱風或是地震等等 要夠大才會變成一個標準 他統計了每年都有一個報告 去年的報告來說的話 總共有346件 所謂的大型的天然災害 那總共有22773人上升 那另外大概有誰受到影響 有多少人 大概有9800多萬 等於是說這個是直接受到影響 例如說像這次地震 很多我們台灣的災民就是屬於這樣的 9800多萬的一個災民 那另外全世界有總共的這一年因為天然災害 造成的損失高達665億 美金 這個數字非常的驚人 那以這個十大排行裡面呢 第一個是死亡人口 死亡人口呢最多的是尼泊爾的去年的大地震 總共有8800多人 那第二名呢各位很難想像 去年呢熱浪在法國 造成了3000多人的 往生 另外印度巴基斯坦也是熱浪 另外呢還有一些屬於土石流等等 那去年來說的話颱風比較少一點點 那另外呢影響最多的這個 人呢就是說所謂的這個不一樣的影響人 最多的就是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是北韓 北韓也遭受到很多人的一個影響 另外一個是 所謂的天災的經濟損失 經濟損失呢就跟國家的這個GDP有關 美國是第一名的 第二名是中國 那以全這個世界來看的話 亞洲是所謂排名度最高的國家 亞洲也比較大 他的災難的次數是最多的 152場 這個美國呢是第93場 然後非洲 然後這個就是歐洲 所以有時候呢為什麼說救災救不完 這真的是300多場的災難 我們有多少的能量可以救這麼多呢 那以現在來看的話 全世界的災害的這個經濟的損失呢 可以說是居高不下 商網的人口呢是有降低一點點 但是呢 損失的金額可以說是越來越多 這個是每年的今年去年來說的話大概300多場 不算是多 有時候那一年呢像2004年 400多場 430幾場 比較多 所以每年每年呢就是其實大概就是維持這個量 以前呢是只有200多場 1980年代 現在來說的話300多場 預期呢 未來可能都是這個樣子 甚至不排除金額還會往上 往上飆升喔 所以這個提醒大家 這個這個還沒有算氣候變遷喔 我們當然可以說像去年有一點聲音現象的影響 但是以整個來說的話 去年相對之下 還算是風調雨順 就有這麼多的災難呢 更何況 未來還有氣候變遷 這個數據呢 恐怕還會持續的往上走 所以也特別提醒大家 真的要很戒慎 虔誠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的 天然的災害 就是遇到一次 就是真的很大的 是個損失 無償總是比明天還要早到 回過頭來看台灣天氣 今天的天氣呢 真的是很好 不過早上呢 在台南呢 有下了一些雨 特別是台南高雄到屏東 主要是南風 有一些有小塊的這個雲氣喔 對流雲氣就在台南外海 高雄外海 深層移進來 那今天來說的話 整個都明顯吹南風 所以當然 很溫暖 高溫呢 有些到29度 28 29 27 非常的這個熱喔 像是夏天的感覺 今天來說的話 整個 暖方的暖勢力呢 一直打到這個中國長江流域這個附近 但是各位來看 北邊呢開始有一些 這個冷空氣下來 這邊就是一道封面雲氣 正在逐漸的南下當中 什麼時候會到台灣呢 各位來看 其實預計呢 是明天晚上 禮拜六的晚上 所以無論如何請大家把握 現在到明天晚上 還有一天的時間 趕快喔 洗衣曬衣 趕快趕快 特別是北部的朋友 那預計呢 這是一道封面會通過 那中部以北呢 可能會受到這個封面稍微少過去影響 可能會有一些雨勢 就是禮拜六的晚上 到禮拜天的清晨 就有點不穩定 那這個封面過了 很快就過了 大概半天就過了 過了之後呢 就是禮拜天 早上的時候 各位就感覺到很不一樣了 這個北邊的冷空氣又直接又衝下來 那這一次呢 這波比較偏乾冷 可能週日到下週一 在北部比較濕冷 但是隨後呢 就變乾冷 預計呢 一直會影響好幾天的時間 所以請大家留意 這樣的一個溫差的變化 那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雨呢 真的很不巧 就下台台南的災區 台南跟高雄之間 然後高雄到這個屏東 有時候這個雨勢還蠻大的 你看這個紅點 這個雨量真的還蠻大的 這個當然對當地造成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未來呢 事實上這個我剛才特別提到 南風還是有的 接下來呢 就看北邊系統的南下 這一波新的 這個冷高壓呢 沒有像前幾波那麼的強 但是也會造成溫度的下滑 那這一波來說的話 比較偏乾冷 我們台灣未來 在北部呢 週日到週一是比較偏濕冷的 然後隨後變乾冷 一直以各位來看 要到有幾天的時間 到那下禮拜四五的時候 高壓就會慢慢的冬移 所以這次來說的話 停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點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雨區的部分 其實明天來說的話 南部還是有些雲細比較 雲量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相對之下 明天的白天的天氣還不錯 但是到了晚上到 禮拜天的清晨 其實北部就會有一點雨勢 不過這個 屬於中部以北啦 雲量比較多 也可能有一些震雨 要留意可能是 封面 那個封面其實是 架構在那個地方 會不會發展起來 對著雲細就要看明天 下午的情況而定了 這個還有一些變化的空間 禮拜一禮拜二呢 就會慢慢的緩和當中 會變得比較偏乾冷 但是這各位就要留意這個溫度了 那首先來看這個風向 其實風向這裡天 明顯的偏南風 那風力也不強 但是各位來看 接下來 2月13 14 就是明天晚上開始的轉變 到凌晨的時候 整個 冷空氣就下來了 整個各位來看 這麼花花 的 亮亮的顏色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強的這個冷空氣 預計呢會影響幾天的時間 又回到 打回到冬天的情態了 所以 這兩天的 很溫暖的天氣 24小時 請大家好好珍惜 特別是北部的朋友 中南部呢可能會到禮拜天下半天才會慢慢開始有點感覺 我們看一下溫度的部分 這次來說的話 明天白天還是高溫 但是到了晚上就 開始降了 那禮拜天會明顯的下滑 北部呢會下雨 週一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留意這個急速的降溫 那週一週二呢 這個是台北都會地區 11 12度 白天14度 這兩天清晨在台北市呢都已經到了20度了 你看未來這樣的 跌呢真的是還蠻明顯的 從這個春天一下打回到冬天 預計呢下禮拜三次之後會慢慢的一個緩和回溫一點點 但是 可能要到下禮拜五六之後 才會慢慢的回溫一點 所以請大家留意喔 這個的變化是很劇烈的 南部呢就沒有像北部那麼的大 台中是可能會有機會會下一點雨 但是中南部來說的話相對的就還蠻穩定的 但是要留意溫度也會下滑 預計的這個空曠地區的低溫 會落在下週12 14 15度 白天的高溫還有20度 大概相對的都還蠻驚朗的 這次來說的話 南部的再去應該比較不會下雨 我們最後給大家的建議 把握精明回溫的好天氣 週六晚上風面開始接近轉為有雨的天氣 週日開始冷空氣南下影響 請大家留意這個溫度下滑 注意身體的健康